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治安恶劣的欧克兰爆发警察离职潮 目前欧克兰的警察人数已经降到历年最低 欧克兰窃盗 劫车抢案不断 感恩节前夕 欧克兰警局接到许多911报案电话 超出执勤远警的负荷 许多已经下班的远警都被叫回来支援 目前欧克兰的警员人数已经达到600多人的底线 过去一周内就有三名新进警员离职 跳槽到湾区的其他警局 新闻据远来看 台湾北云女中校园内被列为古迹的光复楼建楼88年 建筑和设备都已经十分老旧 修复经费高达1亿4千万台币 北云女校委会为了募款 除了拍摄影片呼吁各界捐款 湾区北云女校友也正在网路上一脉丝巾 希望为母校筹募修复光复楼的经费 看好两边不要一样长 绕在脖子上 穿过来这个大家都会对不对 仍然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侧面 一长一顿 大家看看 这个造型在冬天既保暖又好看 我们给大家示范一款非常简单 而且很浪漫的在秋季最好用的造型 我把橘色的放在上面从后面围过来 我又换了一件橘色的上衣了 大家看一下 用手抓住这个脚 左手抓住一个边 不要太紧 用这个姿势 我们把它后面打一个小屏结 打好之后呢 我们要穿上外套 穿一件黑色的外套 黑色的外套穿上去之后 大家看一下 我整理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前面就会有一些很漂亮的 自然的垂坠的颜色露出来 然后呢 比较好的是它的后面 再看到 还露出了一些层次 所以呢 这款啊 每次穿上去之后 所有的人都为之惊艳 走到哪里 你都会成为视觉的焦点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秋天的造型 身处是一切 光复青春和外勇气 你都没变 感谢收看 下次见